最近有很多女生都在问同一个问题 就说我跟她还要继续吗 那我就讲讲其中一个女生啊 看完了我都会气到了 这姑娘说我谈了一个男朋友 在一起马上就半年了 我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 可是在一起后呢 很多事情都不在意 比如说她点外卖 甚至可以吃点她的那一份 不会问我饿不饿 每一次过节都没有礼物 甚至我过生日她都不会买礼物 房子是我自己租的 她还跟我住一起 这个姑娘说直接就给哭了 你说她连礼物都不会买 更不要说房租了 我真的想过离开她 我也想过她会改 我跟她说了多少 我说这个家里不是说我一个人在生活 不要什么都让我一个人做 她每天下班就打游戏 这样的感情我好累 我想离开又想改变 可是我该怎么办 我当时直接告诉这个姑娘 让这个男人立刻滚出你的生活 你不可能改变她 明确地告诉你 一段感情 只靠你一个人维持是坚持不下去的 你问问你自己 因为她付出了这么多 她对你有意识地回报了吗 她想过给你未来的吗 都没有 她已经把你的诉求当作理所当然了 那你觉得你们还会长久吗 现在都不幸福和谈以后 你要记得 当你付出没有得到回应的时候 你就要告诉她 如果她还没有回答 也没有回应 那请你离开她 她不爱你 她只是享受你的付出而已 这就是答案